歡迎大家收看,我是葉兆熙 今集我們會看看雪茲奇小提琴書第三冊的最後一首 第七首《Boré》是由巴哈所寫的 這首曲本來不是寫給小提琴的,其實是改編給小提琴 通常這首歌的樂器都是大提琴的 大家可以看看repeat之前的一二三四 在repeat之前的四小節我覺得這兩個小節是挺有趣的 大家千萬不要把這些半拍拉到一模一樣,你不應該拉整 或者你加staccato也好 我想你拉這兩個小節的時候,你應該聽到有兩樣東西在進行 一個是向上 然後 其實旋律是向下 大家如果聽到是 所以逢是拉這個 第四第一個半拍的時候,不妨給多一點弓 第二樣東西就是 嘗試不要在中弓 或者上半弓更加不要在弓尖那裡拉 嘗試多些用下半弓 無論你在學的是 這種跳弓 還是 比較乾的staccato 我覺得都是用下半弓是會適合一些的 下半弓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效果 而在中弓和上半弓是難做很多 因為距離手是比較遠 是沒有那麼容易控制到這支弓 還有是 那個chord 就是第二小節那個 大家拉完 第一個小節的最後音 那個g 千萬不要放開二手指 按住 然後拉兩個空弦 然後 底的兩個音 先按一下 最高的音不用太大聲 不用太多弓 反而低音的兩個空弦 要多一點 大家拉這個chord的時候 應該要聽到一個 叫面vando才對 這裡我們講過了 大家不知道聽不聽到那個旋律呢 然後 忽然間分叉 好像分叉路一樣 底的音就變成旋律的一部份 所以大家拉這兩個音的時候 也是給多 挨多少力下去 不是大力一點 純粹是 還有大家的手肘要準備好 拉D弦和G弦 打開四手指 又會來 就是 最後那個雙音 Octave 記住輕一點 一來他寫著Piano 二來 記住那個phrase的尾 phrase的尾 phrase的開頭 和phrase的結尾 我們都要細聲一點 然後我們看一下 minor的那一段 寫著Doce 記住你的四手指 三四手指要黏 D弦 我份譜寫著Flat 但是有些人可能拉Natural 我能夠打開的射 Stref 我把沒錯 然後再也有一枚 那它給 這個也終於是 我告訴你 邏著來 這樣 söyleye 大家不要拉了,就變成了印度音樂了 還有這一下,好像忽然間告訴別人,我在這裡 這個小節的三手指呢,按住 按住 按住 然後漸細 natural 2 1 又是啦,我們不知道是flat還是natural,但是譜譜寫著flat 我們看到一些兩個音的連弓 試一下不要把它拉得太連 不要把它拉成 不是說對和錯的問題 而是 我們習慣上看到這些短的slur,或者我們基本上看到slur 連弓 我們 在巴哈那個 時期呢,是很少把它拉到 完全 密不透風 好像romantic period 後期 20世紀的那種 那麼連的 所以 甚至是應該有一點 d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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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像 好像飲浴 那樣的 然後打卡譜回到開頭 然後打卡譜回到開頭 是嗎? 這個算是 我覺得這兩個巴掌真的很好玩 最後講了就是我們要不需要vibrato 如果你問我的話我覺得vibrato 如果與其是太多到氾濫的話 倒不如不要vibrato vibrato應該是要很小心用 尤其是我們是拉巴哈 或者是Moza 或者是Bethoven的作品 Heiden的作品都是 太多vibrato是不適合 不適合那時候的風格 不需要那時候的音樂其實已經是很多變化 不需要我們是做過量的 加過量的東西下去